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奥特曼 大家好,我是阿泽 各位,你们看到怪兽的时候,感受过绝望吗? 在远古这么多年的作品中,有几只怪兽让你感觉到无可奈何呢? 今天阿泽就带各位一起去看看这些令人感到绝望的,压迫感最强的几只怪兽 第十二只,纳克尔星人,布莱克王 纳克尔星人通过不断的派出怪兽试探捷克,终于摸清楚了捷克的最大伤害和弱点所在 随后制造出能单独扛下捷克的斯派逊母光线和手夺的布莱克王 二打一将捷克迅速击败之后,将捷克束缚在十字架上 用飞机带着捷克的尸体游行,让全地球的人都感受到了绝望 处处都在架构着末日景象 第十一只,西伯利特仙人 要说西伯利特仙人虽然他并没有大规模的破坏造成末日景象 但他最让人绝望的地方,莫过于四个摆放整齐的石像 之前还从来没有奥特兄弟联手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现在有,奥特兄弟全部变成石像,整齐皈依的摆在那里 就连赶来救助的奥特之父都惨死在西伯利特仙人的脚下 一家人就应该真正齐齐 第十只,吉利埃洛德人二世 在迪迦奥特曼第三集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吉利埃洛德人第一代 虽然很强,但和迪迦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但相反,吉利埃洛德人二世直接就超越了迪迦奥特曼 而且是全方位超越,迪迦切强力型就为敌方加强肌肉超越 力量不如对方,迪迦没办法切速度型打算打游击 谁知吉利埃洛德人二世直接变出两只翅毛 迪迦速度型的速度也不如对方 从力量到速度,各个方面被全方位碾压 再加上那背后随时都有可能打开的大门 整个环境下的压迫感真是到了极致了 第九只,安佩拉星人 安佩拉星人作为孟比优斯中的boss 在前期就有所险山漏水 这是一个能和奥特之父五五开的男人 孟比优斯拿什么和他打 当安佩拉星人出场的时候 熊熊燃烧的火焰无处不再宣示着他的强大 扎姆夏,西卡丽,孟比优斯都先后死于安佩拉星人之手 绝望感拉满 第八点,天使佐格 你见过先上来帮奥特曼把面前的怪兽秒杀 然后帮助奥特曼回满血 然后一招就打残 两招打回人间体的怪兽嘛 天使佐格就是这样的一只怪兽 以最神圣的姿态出现 那些盖亚和阿古如打了很久的小怪兽 都是被佐格挥挥手就消灭 当佐格对盖亚和阿古如出手的时候 之前有多兴奋 现在就有多绝望 盖亚阿古如相继败北 变成人间体 力量也被佐格吸走 别说打败佐格了 就算是打败他的那些手下 都已经是近乎做不到的事情了 第七名,新奥特曼,杰盾 杰盾的变身过程 就是四次元物质在三次元展开的样子 展开的杰盾 背靠太阳,正面迎向地球 电影中杰盾的形象和TV中的形象差异很大 但却把杰盾身为怪兽兵器的特征 完全地表现了出来 这只杰盾是纯粹的战斗机器人 奥特曼那不在一个层次的体型 和无法破防的四派秀母光线 加上那灰红的BGM 以及时不时响起的杰盾的叫声 随着奥特曼被一发火球打入地面 杰盾的压迫感拉到极致 接下来这几位的压迫力 和前面几位的压迫力 也不在一个层次了 第六名 叶弗 叶弗的压迫感主要来自于 作为观众的我们 也想不到任何办法 可以击败这么一只 已经被养起来的Bug怪兽 那马库、秀姆、加农 跟他们不要钱似的 就算是邪恶奥特曼 也没见过用大招来打地球建筑的呀 当时的情况 其实和这把牌局有点类似的 正义的一方出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手里全是网炸 最后要不是那个小女孩 这个宇宙毁灭 我看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第五名 彩龙、鲁格赛特 作为BOSS出场的怪兽 出场的BGM有多神圣 那么给观众带来的压迫感 就有多大 架子舞 配上吟唱 一种神圣法师的味道就来了 鲁格赛特本为异兽 只是因为拖雷基亚的侵蚀 才会去毁灭地球 在设定中 鲁格赛特就是一个纯法师炮台 不会打格斗战 也不需要去打格斗战 你们看看鲁格赛特的设计图 这个样子的设计 因为在TV中很难实现 所以罗布的大结局 才显得有点不尽如人意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就只排在这个位置呀 第四名 极恶贝利亚 作为长期以来 一直困扰光之国的BOSS 在杰德TV中迎来了他的最终灭亡 但当贝利亚在23集中 刚刚治好自己驮背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贝利亚的战斗力 已经不能衡量了 贝利亚本来就强得离谱 这次的加强 更是让贝利亚获得了 黑暗路基埃尔和安培拉西人的力量 当超线赛罗被弗警出K威胁 导致战败的时候 相信许多观众都和我一样 并不是很相信杰德能战胜贝利亚 何况 极恶贝利亚还在不断的吸收 宇宙中散发的奥特之王的力量 第三名 格力扎 和叶弗一样 都是Bug 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当地球防卫队的人 爆出格力扎数据的时候 绝望感已经来了 在搭配上那可怕的笑声 简直让人毛骨悚感 这是一个能造成破坏的虚无 说白了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如果不是物实彩虹刀 想必那个宇宙也没了吧 幸好在泽塔那边 有个专客格力扎的贝贝剑 不然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格力扎乱吃东西的 第二名 海帕杰盾 大家不管是海帕杰盾的强弱 一直都有争论 但是传奇的这只海帕杰盾 带来的压迫感 当然是幽而目共睹的 打败一只幼虫 都得用维新力量 等到沉重出来的时候 那烟雾缭绕的场地 加上百特性人在一旁的解说 还有那杰盾独有的叫声 给观众的压迫感已经很大了 结果三个奥特曼被害怕杰盾 单方面吊打 甚至连手释放大招都被打解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知道之后剧情的观众 可以说是要多绝望就有多绝望 第一名 加坦杰盾 倒不是我硬吹迪家 只是加坦杰盾带给我的压迫感 真的是太强了 覆盖全球 遮天蔽日的黑雾 大量四处破坏的50米级别的佐家 关键这个黑雾不只是单纯的遮蔽视线 它是有伤害的 能伤害到奥特曼级别的那种伤害 无孔不睹 无处不在 真等到黑雾完全充斥的时候 能有几个人类能幸存的 再加上大量的佐家一直在搞破坏 光是这个阵容 都不需要加坦杰盾本身出来 就已经是地狱难度的副本了 最后 迪家在意阵亡 我们稍微激动一点的小朋友 不打碎两个电视机都不算完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期再见